各位我們現在要來到了新家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牆壁 已經刷了新的顏色了 就是我們自己刷的 沒錯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來到了新家咧 因為呢今天我們要蓋一個大石 我們房間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的床 沒錯 然後呢今天是來裝床 那我們的床呢 選擇的是A馬床墊 我們以前用的床是我們小時候用到現在的床墊 所以基本上會很久沒有睡新的床 其實我們睡的那個床是非常塌陷的床 也有年代久遠的一點的床 然後現在呢 他們已經在裡面裝那個新的床架了 我們一起去看一下 哈囉 大家早安 你在幹嘛 我在試那個 之前我們在刷油漆貼的那個防護措施 來 告訴大家堅持什麼日子 進入是我們的搬家貼 沒錯 我們終於要搬家了 但是呢 現在家裡真的超級亂 我們已經有搬一些東西過來了 因為我們只有訂一車的搬家車 所以我們怕我們東西裝不下 我們就自己先帶了一些東西過來 而且超多箱子 然後還有我們之前刷油漆鋪的這個塑膠啊 之前屋主留下來的一些家具 我們可能等一下就要先搬走 不然我們的家具可能進不來 早上先過來這邊打掃 等一下下午搬家公司就要去舊家那邊搬東西過來 然後今天就是我們的搬家Vlog 要記錄一天的搬家生活 在搬家之前跟大家講一下 妳看她很興奮 因為她沒有搬過家 殊不知我這個人呢 我從小到大 我至少搬家搬了大概有十次啊 然後我當兵的時候 因為當兵嘛 有時候會移房 我移房就移了兩次了 移房應該更累 更累 你要搬槍搬帶 搬所有就是連上你會用到的東西全部哦 你就想像一下你的房子裡面 連燈都要拆掉 連床都要拆掉 全部要搬去另外一個地方 我其實前幾天的時候 我超級興奮的 我就說要搬家了 要搬家了 我沒搬過家 小時候都會很羨慕那種 有搬過家的同學 然後但是這幾天在收拾這些行李 我就覺得心好累哦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泥塔的衣服炸多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衣服 這是昨天剛新裝好的床架 結果馬上被我堆滿了衣服 超級可怕的 真的要斷舌裡耶 還是大家有什麼整理師啊 可以推薦給我 我覺得我好像需要把這些整理一下 好啦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打掃地獄 等一下搬家公司搬東西進來 就會變成整理地獄 OK 各位 我們現在有差不多打掃了一下 然後把東西先往這邊堆 然後這個等一下屋子要收走 這邊我們還要丟掉 OK 那我們等一下就搬家見 好 好啦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入住新家最重要的環節 就是安床 安床不是那種祝福新人早生貴子 多姊多孫子孫滿床的那個東西嗎 是嗎 是啊 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 我們先來介紹我們本集 贊助我們超好睡床墊的 Ama 來來來來 啊 我也不怕 這個呢是Ama的Original記憶棉床墊 它是德國研發設計 所以是品質保證的記憶棉床墊 聽說它的銷量是歐洲的第一名 我覺得它很厲害耶 它竟然可以這樣子捲成那麼小一個 通常床墊不是都超大一個 然後都要超多工人一起搬到家裡面 沒有要多人兩個就可以了 太浮誇了 不要人啦 不要不要因為是葉飛這種浮誇 但是你一個人就可以把它推進來 他來幫我們安床 在這邊幹嘛 這邊呢Ama已經先幫我們裝好了床架 所以現在呢 我們要自己來把他的記憶棉床墊放上去 那我來裝給大家看 好 他這邊他還要準備這種刀片 他就是可以防止你刮到床墊 哦 哦 哦 他這個有防 防災 所以你就不會刮到床墊的本體 他是非常嚴密的抽真空的概念 OK我們剛剛已經鋪好了 然後他床的本質 然後兩側都有這個把手 所以你在出力的時候 我們就抓把手就好了 還蠻方便的 然後Ama他有給我們棉被跟枕頭來開給大家看 這是棉被嗎 這是棉被啊 哇 好小一個喔 OK 我們裝好了 一枕套的 對 有床 棉被跟枕頭 他的枕頭也是記憶棉枕喔 對沒錯 來來來來來來 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舒服啊 放下去的那一剎那 有一種我的力量被吸收掉的感覺 哦 欸你講到重點了 這個床他的抗干擾性非常強 就是你在那邊動動動 但是我這邊完全不會有感覺 就算你半夜透保出去我可能也不知道 太好啦 完美 舒服嗎 他有一種躺在沙灘上或 然後會慢慢沉到大海裡的感覺 來 又喝 棒 欸沒事沒有灑出來 他還是可以好好的喝水 好啦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實際的試躺這一個床墊 嗯 之後再來告訴大家心得啦 好 幾天後 喂 會不會太爽了 怎樣怎樣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下我們的試躺心得 大概躺了幾個禮拜之後 想說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心得 你覺得怎麼樣 我本來以為說就是躺這種記憶床墊會躺 我就習慣 但是躺一躺之後 我大概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覺得說 很習慣了 很習慣了 而且那些已經就是 推翻了我之前對於堂王床的依賴 它不會太軟也不會太硬 我覺得剛剛好 而且很適合我們這種年輕人 它也不會讓你說 陷下去 然後睡起來會很累的感覺 睡了它不會起不來 對沒錯沒錯 它是很剛好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覺得它的 治症效果也不錯 那來換我講一下 第一天的時候微微的不習慣 因為我們之前睡的那個 躺王床其實很軟 但是第二天之後我就 超爆習慣 而且超喜歡 你在躺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脊椎是正的 你就算你在側躺啊 怎麼躺 我的脊椎會是一個直線的感覺 就是一個自然的弧度的感覺 但是呢 我還是睡不慣他們的枕頭 哦對 大家比較不習慣的那個枕頭 但我我覺得還好 我蠻喜歡的 它的枕頭也是記憶棉 一層 兩層 三層 然後你枕頭套髒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拆下來 然後拿去洗 可以激洗 就很方便 這個床墊還有一點很棒的地方是 早上的時候有時候 會在床上問小蛋塔喝奶 然後或是在床上的時候 要幫小蛋塔換尿布啊 它的那個抗干擾性 就非常的棒 不會說我在旁邊動 然後小蛋塔就會跟著晃 不會 床套啊 它也有防水跟抗敏的效果 我覺得非常適合 這種台灣潮濕的環境 髒掉你要洗也很好洗 它就是不會把髒東西 滲到你的床墊下面 嗯 然後你就把它拆掉就可以洗了 來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記憶耶 你看 這麼多層 而且這麼厚 對 它是用德國的專利設計的哦 然後它側躺呢 它的脊椎弧度也是非常的自然美 一般我們在可能側躺或是趴痕的時候 會覺得就是某些身體的部位的壓迫感 會有你的重 它會整個包覆住 然後會符合你身體的比例 就不會導致說你哪邊的壓迫感 特別的重不舒服 沒錯 它這個床墊啊 就是會非常貼合你的身體 然後讓你的脊椎呈現直線 不會上下彎曲 就是跟傳統的那種床墊有很大的區別 符合人體工學的話 就會讓你的身體啊 睡起來有那種更輕鬆更舒壓的感覺 然後這個床很棒的是它下面還有收納空間 登登 你看放了一堆衣服 冬天的衣服就把它收在這邊 它總共有四個收納空間哦 它左邊這邊有兩個收納櫃 右邊那邊也有兩個收納櫃 好啦那這個A馬床墊呢 睡過之後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喜歡 而且睡起來真的有一種充寶墊的感覺 如果你剛好在搬家啊 或者是你想要換床墊的話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考慮看看A馬他們家的 他們家是歐洲的銷量第一的品牌哦 他們也有一百天的試糖 真的實際試糖你才知道你喜不喜歡嘛 沒錯給它一個機會 對然後它有全台免運 倒服安裝 然後他們家的床墊呢 也被歐洲多國評為分數最高的床墊 據說是價值比它的價格再高兩倍的床墊 意思就是物超所值啊 沒錯沒錯 它不會只值這個價錢 然後他們官網啊 現在也有99購物開學季的活動 官網的經典系列 五五折的折扣 輸入我們的折扣碼 妮卡帶10 就有全品向9折的優惠 然後詳細資訊呢 我都把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點開來看哦 哈囉 我們剛剛已經從舊家把東西打包完了 然後現在要把東西全部都搬進新家 我們原本是預定一車嘛 結果我們超過 應該會都扮車 對應該會都扮車 而且重點是我們在前幾天已經有自己搬了超多箱東西過來 我們自己搬到貨車就搬到兩次了 對 所以說如果說我們沒有自己提前先搬的話 搬到公司應該應該用兩層搬 嗯 對 我東西太多了 好啦 他們現在很辛苦要把東西搬進來 對 然後想說先幫他們交便檔之類的 哈囉 哈囉 給大家看一下 搬到到到 超多東西的 我已經開始在吃便當了 有人餓壞了 然後小蛋糖 哈囉 還有帶八蛋嗎 哈囉 我在拍片哦 小心一點點 沒關係啦 開玩笑了開玩笑了 剛剛接了小蛋糖之後 帶八蛋媽想說過來了 你的性價看看 沒錯 今天小朋友是他接的 對 然後今天小朋友應該還是會在家 在救家睡 嗯 因為這裡太軟了 開心嗎 感覺最開心的是你媽 欸 今天搬家在不累 你不累 你都在睡覺跟吃妹妹 很黏黏 你累嗎 你不累 我怎麼不累 但是基本上我都給搬家共同班 他們好厲害 他們好累 好辛苦 而且我問他們就是他們的那個 就是薪水怎麼算 他們是算抽成的 哦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他們竟然有辦法把那麼多東西 然後從那麼小樓梯搬下來 然後再搬 再搬過來這裡 嗯 等一下我們其實還有很多雜物沒搬 我們還要回去搬最後一箱東西 跟那些 盆栽啊 還有棉被啊 那些東西 好多東西 阿公現在在 帶小蛋塔 導覽整個家 告訴他這裡是洗澡的地方 然後睡覺的地方 煮菜的地方 這幾天小蛋塔會在 阿公阿媽家睡覺 再麻煩阿公阿媽照顧 可以吧 沒問題吧 你在看鏡頭喔 你那麼厲害喔 從小都會看鏡頭 我們都看孫子了 我們就來了 奇怪了 有什麼 對不對 嗨 我們現在也回到了舅家 給大家看我們現在舅家長這樣 登登 嗯 有那種家徒四壁的感覺 泡泡 我們是要回來接貓貓 剛剛我開門 我先進來 泡泡整個超焦慮的 然後 跳上來了 然後一直黃蹭 因為他從房間出來發現說 怎麼有客廳變了 怎麼都沒東西了 我們被遺落在這裡了 然後泡泡就沒差 很Chill 泡泡 大家今天也去新家喔 要去新家了 上次一直關他 看醫生的 哎呀呀 他想出去 自己進來 各位觀眾 現在時間呢 是9點45分 我們剛剛要把家裡剩下的一堆雜物 然後還有很多的盆栽 帶過來 對 還有兩隻貓咪 然後我們現在來吃晚餐 然後現在貓咪已經躲在房間的床下面 他都快嚇死了 我們沒有搬家的概念 沒錯 他們只覺得說就是陌生的地方 對 他們覺得 為什麼要帶我來這邊 欸 花花 花花馬上出來 花花真的很大膽耶 聽到他講話的 我剛剛發現啊 花花在這邊 漂亮啊 花花 哈囉 你也太誇張了吧 這時候一看出他們個性的差別有多大 好啦 各位 今天是我們入住的第一天晚上 我們已經洗完澡準備要來睡覺了 就想說 沒有快結尾了 對 合格的YouTuber 其實我們客廳還一團亂都還沒整理 那之後應該是給大家看我們整理好的樣子啦 嗯 沒錯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希望我們拉近一點點贊 對他分享 還有喜歡我們的 IG跟Facebook 你可以看到可愛的泡泡 好啦 那我們下影片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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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